這類型筆電一字排開 台廠華碩在CS展秀硬體肌肉 從商務 專業創作者 到電競筆電通通有 全系列最高搭載第十二代Intel處理器 強調極致效能 最大亮點是這台 手機進入大折疊的時代 現在電腦品牌也打造全球 第一台十七寸的摺疊筆記型電腦 一般可以用觸控來操作 但如果你不習慣 只要放上鍵盤 就跟之前的操作一模一樣 華碩攝手Intel 京東方 三個企業共同研發 亮相全球首款可摺疊 OLED筆電 攤開來有十七點三寸 摺疊後成為十二點五寸 是目前市面上最大 攜帶上更加方便 搭配無線鍵盤使用 可以同時升兼電腦 筆電 平板 延伸螢幕等六種功能 預計二零二年中正式上市 對手宏基也不遑多讓 宏基推出兩款高性能輕薄筆電應戰 採鋁製外殼 重量1.4公斤 厚度只有1.79公分 比一元硬幣還要小 而十六寸版本更加碼 全球首款採用Intel Arc 獨立顯示晶片 這個是蠻 這是蠻令人期待 因為其實Arc的這種架構 在之前的 等於是Intel內顯就已經有做了 然後今年的話 陸續會出現獨顯 然後今年大概Q1 Q2 就會有這樣的產品 技嘉發表極載邊框設計的電競筆電 而微星更是跟上趨勢 有全系列為元宇宙打造的 Meta Ready高效能筆電 台灣電腦品牌累積科技能量 二零二二年才剛開始 就在CES站大放一彩 參與許智慌想踏倒